不过在今年的庆祝大会 在野党领袖或者是主要代表人物都没有出席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今天南下嘉义出席党内活动 对于马总统的国庆文告提出四大方向 要拼经济 苏贞昌回应 总统应该多下乡了解民间疾苦 双十国庆大典 在野党主席都已另有安排行程 选择不出席官礼 人在南部出席向资深党员致敬活动的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听见马总统的国庆演说 以拼经济为主轴 苏贞昌说总统应该多下乡 把经济做好 让人民减少痛苦 所以最重要的是 能够让人民过好生活 才是国家生日 人民最大的愿望 是听国家领导人讲什么 而是要看他做什么 看人民期待什么 以其在那里讲大话 不如多下乡走走 了解民间疾苦 同样缺席国庆大会的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则在脸书上po文 引述美国总统杰克逊的话 一个政权的伟大 是建立在人民的自由 富足和无所畏惧之上 台湾人民此刻最期待的 是看到兼具责任和方向感的进步团队 而不是连续22天的烟火 蔡英文还提醒马政府 在民主国家里 人民没有无条件给予支持的义务 除非他们的自由 富足可以被充分的保证 国家生日这一天 在野党直言批评 提醒当政者 也是对国家未来愿景的生日礼物 新条人也在电视 叶玉民台湾嘉义采访报导